《白鞠过席》 《鲁南奇地早庄新破,抬而庄古城》 孟回前世,尚书千年历史,道尽岁月沧桑 如真,真去淡然居物外,似幻,幻坐青芳与世传 那时国泰民安,先生谈古论经,学童天真浪漫 穿越千里,与那梦中之音不期而遇,心荡如旧,不能忘却 那年春天,本该春回大地,耳边却传来枪炮轰鸣 纵然是万种风情,也曾在冰荒岁月中折尺,在景色年华时回家疏难 抗战是台儿庄历史上最痛苦的荆棘,让曾经的繁华化为灰烬 但也从此确立了历史的海拔 当硝烟散尽,已未活伤,已招来者 有人说,台儿庄古城象章,古朴典雅 有人说,像坛,气质幽香 其实,它更像是被岁月交低的琥珀 匠人与人文关怀者的心血,凝续在其中 历史与金氏见证者的记忆流传于其上 丰满西楼,徜徉三世的记忆流藏在台儿庄 如梦自幻,却已珍度时 如今,台儿庄古城的韵味早已铭记在人们心中 日西月明,古城在人们心中重新铸笔 古城灯火终究流淌于百年之上 既留藏了历史,也见证了今朝 夜幕处立西门楼上 一栏古城灯火 渔州畅晚,玉碗长得白月光 彼岸烟火,使梦香 金氏梦卷,物转心仪,三生炎梦 心知所向,肃旅遗亡 那亘古不变的是中华文明千百年来的传承 与延续 这座古老的城被战争所染 向世界昭示着战争与和平 如同大醉一场,一梦一百年 城未醒,人不睡 尽情看着时光在斑驳中慢慢消散 默默守住这份芳华静好 生世安然 生世安然